法師好,然後我想要問的就是像現在 娛樂上有很多會說什麼佛教很富有 或是什麼建築都會蓋得很富麗堂皇 然後就是像是老師有帶我們去過別的殘寧 就是會比較簡單、樸實一點 就是就會其實我覺得不深佛教 你可能會不知道這一點嘛 然後像這邊也會有蓋一些比較莊嚴的建築 那我想要請問法師就是對於這些輿論的看法是什麼 而且這些輿論會不會造成你們在蓋建築物上面 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是,別人怎麼批評佛教 那是他的權利 每一個寺廟用什麼風格來呈現 是他的 我們剛剛講那我是什麼 就是你當下的身心 每一個道場他的共識 就這一些人為什麼會在一起 就喜歡簡單的人也會在一起 他的周遭就變得簡單 喜歡複雜的就變得複雜 喜歡莊嚴的變得莊嚴 喜歡清靜的變得清靜 所以這裡面其實靜隨心轉 那心又隨什麼轉 心又隨靜轉 到底誰轉誰 那我們佛法就慢慢的要去強調 其實你的世界是你在轉它 你在呈現它 重點在你 所以我們是心轉則靜轉 那第一步的修行是 不被靜轉 不要被人家的喜怒哀樂 你跟著喜怒哀樂 今天天氣不好 你心情不好 千萬先不被靜轉 那接著呢 其實就能夠轉靜 它明明是一個很吵雜的地方 但是我進來的時候 我是很寧靜 因為我的這一份寧靜 慢慢那個吵雜就降低了 這個就你在轉靜 所以我們存在的價值是 怎麼樣子讓我們的生命 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產生正面的影響力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可以想一想 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因什麼緣 你平常就要做這種訓練 做什麼訓練 隨時讓你起的是正念 不是負念 不管人家怎麼說 他說他的 我不要去跟負面的相應 我盡量跟正 這個不是樂觀主義者 而是我們知道 該什麼是有意義的 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你跟負面的那樣相應越多 比如說人家都說 現在的佛教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講的都是負面的 那其實第一個就是 你跟佛教就起的負面的想法 就不會相應 那當然我們 如果一個很棒的東西 結果你排斥了它 那其實只是讓自己機會少 那一樣的 人這麼多 你千萬不要隨便去討厭一個人 搞不好你討厭的這個人 是你的生命裡面的貴人 你最危險的時候 搞不好就是他叫你 他救你 他幫忙你 所以就是朋友越多越好 敵人越少越好 正面的想法越多越好 負面的想法越少越好 這個從佛教唯士學的角度來講 你起一個惡念 找自己一個麻煩 因為你起一個惡念 就往自己心裡面種一個惡的種子 你起一個善念 就種一個善的種子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常常觀想佛像 因為你常常觀想佛像 進去的都是莊嚴的種子 你常常看佛經進去的都是智慧的種子 所以你要怎麼呈現 其實是裡面在換線 就在表現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好修的 就盡量的裝進來好的圓境 盡量起勁動念變成好的想法 那講話 講好話 壞話千萬不要講 因為壞話一出來 不僅僅自己造惡業 一定有人會受傷 你講好話 第一個得到好處的是你 第二個聽到你講好話 它是很舒服的 所以這個叫善業 所以我們所有都自作自受 善業一定散爆 二一二二爆 這是佛教的因緣觀 你看到好像現在不報 但只是時間未到 你對他不好 你對他凶 他現在沒有條件 處理你 等著瞧 所以不是不報 時間未到 那同樣你讚美他 其實有一天 你一定會聽到他對你的讚美 我們不是為他 因為他要讚美我而說他好話 而是我知道 只有說好話 才是正面的能量 這樣就好 慢慢的你就 就諸惡莫作 只要是不好的 我們都不去 雖然起心動念了 我很想罵你 但是我知道 想就好了 不要繼續下去 如果罵出來就變成收不回來 想不繼續 想跑到哪邊去 我想罵你 結果沒有去執行 那想罵你 那個念頭到哪邊去 就不見了 當下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要有這種智慧 想只是妄想 它不是什麼真的 但是你講出來 做出來就變成真的行為 就有業力 就要承受業報 所以 常常做內觀 常常做內觀 常常絕照著自己的深口意 其實可以避免很多不對 對